以下节目包含产生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 欢迎收听文化土豆 我是伊康诺米 现在我和艺术有读的主播Sami在一起 为大家录制卡塞尔文献展日报的第三期 也是我们这个小特集的最后一期 Sami你好 哈喽大家好 那我觉得卡塞尔文献展 其实我们看了三天 已经是已经收尾了嘛 我们已经离开卡塞尔了 所以对我们先可以先聊一下 就是第三天看到的一些亮点 今天我特别兴奋的是看到了 本次卡塞尔文献展最备受争议的 大家如果希望听到背景 可以去听我们第一期 就是叫稻米獠牙或者Taring Paddy 这个来自印尼组织 他们不是有一幅作品在主广场上被撤掉了吗 其实他们是一个非常重头的一个组织来着 他们在一个另外的一个场地 有整整一大房间的他们的作品 其实整个场馆都是他们 包括室外 对包括室外 所以其实今天对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来头 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 相对来说更加全面的了解 所以还挺开心的 也改变了我对他们会整个debate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让我能想的更多 这是今天的一个对我来说的一个亮点 你呢 印象深刻的还挺多的 那首先我们就是又回到了昨天最后结束的那个场馆 就很大的场馆 有来自于广州的艺术团体 波罗河的作品 然后是因为他们除了有放他们的影像作品 他们就有点像一个siccom这种形式 一集一集的 然后分成好像放了四集吧 这样子 每次是个短片 然后几个人扮演 然后也同时有动画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我觉得蛮轻松幽默的短片 然后同时呢 这个地方又是以前好像又是一个工厂的餐厅 员工餐厅 所以也邀请了就是本地的一个中国餐厅 然后等于外包了这个餐厅 然后等于所有的就是从中午到晚上 只要你想这边也变成那个餐厅中餐厅的设置 然后就可以一边在那边吃中餐自助 然后一边看着波罗河的作品 然后同时这跟波罗河的作品又有点相关度 因为他们在讲他们要开一个餐厅 在想一门生意的整个的这个一个喜剧的过程 这算是一个整体艺术吗 对就整体感还挺强的 但是我知道你跟那个老板中餐厅的老板聊了两句 说并不是这个艺术团体 他们想要做这个中餐厅的 是主办方联系他 是主办方看到了他们的作品以后 然后要帮他们想一个空间来放置 所以想到了这个主意 因为主办方的一些工作人员 经常去这家老板之前开的一个餐厅 就是在卡赛 对我觉得那个感觉还挺好的 就一边看着那个 而且今天他们没吵架 就是厨房大厨没吵架 所以今天就是一边看着这个作品 一边吃中餐就能 然后我们还要换对吧 换桌子 因为要看下一集就要换到后边的桌子上 还挺有趣的 我还挺喜欢的 我喜欢那种广州群体艺术家的那种 幽默风趣很轻松 然后他们但是轻松当中 又带有了很多 还蛮多批判现实 叫什么 很具有现实意义的一些 他的那种批判可能都不能 就批判这个词都显得太重了 但调侃又显得太轻了 他就是一种介于调侃和批判之间的 我觉得是有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南方人 或者是广州香港人会有的一种 周星驰式的那种讽刺 或者是无奈 他也是讽刺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那种表达我很喜欢 所以这个作品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就是应该就是我们后来去了教堂 就是所有人都推荐的这个地方 一个教堂里 而且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一个场馆门口是排队进去的 也可能今天星期六人多 要排队进去 就是里面是一个海地的群体 或者是说是曾经的一个海地本土的双年展 叫Ghetto还是叫什么 Ghetto Binali 对他们曾经展出过的这些作品 然后重新又还原了这些作品 放置在这个教堂的一个设置下面 所以有很多素人艺术家 就所谓的非学院派的这些艺术家的一些创作 就看起来很草根 然后我们看起来也是很新奇的 这些艺术家 对而且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他有一些当时在Ghetto Binali的照片 他真的是放在贫民窟的 但是今天放在一个教堂里 应该是一个天主教的教堂里 就其实环境是迥然不同 但是还挺搭的 因为他海地的这个作品里面 有很多关于死亡的 有就是对像你说的 有宗教议题的东西 有很多窟窿 有很多这些 就还挺好看的 对 所以这个也很印象很深刻 对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嘛 所以我们其实就还是希望能 没看到的尽量看 所以我必须要说比前两天 没有看的那么细致 因为今天有点像要尽快打卡 每一个地方场地 我们可能只能待一个小时 或者很严格的限制 所以看到了一些 好像很有趣的议题 但是并没有很长的时间去看它 然后包括我今天回去 就是不停的想要回同一个场馆的 那个组织叫Subversive Film 巴勒斯坦的一个小组 然后他们放了一个叫 Tokyo Rails的 这个算是影院项目吧 就是连续播放20个 这个纪录片 然后这些纪录片 其实都是别人拍 都是日本当时的一些纪录者 就是算是记者啊 或者 它的这个来源去脉 是有一些曲折的故事 反正它有日文字幕 这些东西肯定是当地人拍的 因为是阿拉伯语的配音 OK 但是他们就somehow到了 在东京变成了一个archive 是一个日本人在一个研讨会上 冷不丁的去把这些东西给这个巴勒斯坦组织的 他们自己可能之前都没有这些材料 这么全的材料 对 所以我觉得那些就是对于巴勒斯坦战争的一些 叫什么 就是素材 视频素材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其实我们今天看的是一个就是黎巴嫩内战 但是黎巴嫩内战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其中的参战方 所以我觉得那个应该是很有趣 但是确实是太长了 20个片子循环播放 再加上对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只能看一些风毛菱角 对 那个我觉得是应该是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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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义的 还有一个越南小组做了一个小的花园 种植了蔬菜 对 那个地方好像会举办很多活动 看起来也不错 反而是有一个叫party office的 一个好像是情色场所为主题的一个展览 我没有太看懂 但是那个你提出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叫什么neurodiversity 是因为这个小组 就是因为我昨天也在一个地方 一个建筑事务所之类的 一个小组看到了他们用neurodiverse这个词 然后今天这个party office 他们在自我叙述中也用了neurodivergent这个词 然后我昨天就去查了一下 它就是神经学上的多样化 它这是一个 就是我们世俗所说的精神可能有问题的 可能是有不同精神 所以你不能讲 现在就是说在这一套语言体系里 你不能说谁有精神病 不管你是有双向障碍 或者是你有什么 你是那个asperger 你是或者是autistic 自闭或者是什么 他们都可以把这些统称为neurodivergent 或者neurodiverse 是 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挺逗的 这个就学到了很多 可能现在学术权比较常用的词 但是对于大众来说 就是不知道 还要查一下怎么回事 所以它那个里面就是说 它是很叫什么很welcome 是很欢迎这类的艺术家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是他们小组成员吧 因为就像好多小组会说 我们的小组是一个LGBTQIA plus 然后有的他们另外一类人 现在就说我们是neurodivergent 反正就是也不能叫卖点 就是明白我意思 明白 那我们聊一下三天以来 或者是一个整体的对 或者有什么想说想分享的感受 我觉得我没有失望 就是因为去之前很多人都说 啊这届争议很大 当然我上一届也是听到的这样的话 但是确实争议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这个这次是对它的整个政治形态 它的意识形态 有很大的争议嘛 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 它是不是艺术 这个事情有很大的争议 但是我来看了以后 我还是挺喜欢的 而且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来看的 这个问题我这三天 也其实转了一圈 从第一天开始有一点不以为然 第二天觉得挺好的 今天我又具体的想了一想 这么做它有好和不好 但也有它的价值 就其中一个点就是说西方 或者是说欧美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嘛 那也是出于这种多元化的拥抱多元化 他们请到印尼的这个社团 再由他们外包到全世界这么多的艺术群体来 那他们拿来的东西必定是层次不齐 或者是很多元化的 可能不能很快的 或者是很容易的被西方的人放置到 他们的一个评判体系 或者是认知的东西里面去 你是不是就把我第一天都说一遍 嗯 好 对 但是我觉得这些 因为我也只能用 大多也只能用西方的这个思维方式来想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确实觉得可能有的东西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 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在这种不同的东西融会的这个过程中 或者是讨论它为什么不那么好 你的东西又哪点好了 就是在这个这个交汇的过程中能够碰撞出新的东西 因为我也在想如果我是一个东方来的一个 或者是哪里来的一个艺术家 然后我可能其实我可能在艺术院校里 也学了一些西方的一些比如说关于后志明啊 关于一些什么东西的批判的东西 然后可能我把它运用到我的作品中 但是我拿到这边来以后啊 这边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露骨 这么浅或者是这么直接 或者是甚至是历史上的一些信息都没有搞清楚 或者是怎么样 我就随便举例子啊 我并不是说他们有这样的 我就说假如是我 那我也可能会回去以后还是会去处理这个信息 然后这也他本来就是交流就会产生这样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你也就挺好的 而且尤其是他刚开展的前两个星期 就是他这展期一百天之内 每天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嘛 但是展期的前两个星期这种活动是特别多的 就各种工作坊啊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有认识前两个星期来的这些朋友 就是真正特别积极去参与这些活动和交流的人 对于文献展的好评还是非常多的 就是就像你说的 他要通过这些交流 这些融合 才会生发出更多不同的可能性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们在观看的时候 有一些保持一些开放的心态去看 就是说他即使你觉得这个作品在你的评判价值当中 不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对但是你也应该接受他 就或者是说就so what对吧 就你不喜欢或者你觉得不够好 就下一个 对因为他不是那种苹果出13 14 15 每个都必须得有更多的 对对 就是他不是用好来来说的 他就是这个过程 对对对 好吧我们这 好像也是在打和平球打得挺好的 今天我转给你了一篇文章 导致了你特别生气 是彭博的一个评论文章 所以不代表彭博社的观点 其实是一个资深的记者 他来自于出生 现在在柏林生活 出生是在前苏联 或者是说在俄罗斯的 应该年纪是在前苏联出生的一个人 他可能是偏右的一个人 对你看了以后 你能比如说觉得他特别让你生气的是什么 首先那个标题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把那个 再往前倒一下 他就是说怎么这个 卡赛文献展那个标题是 就是展现了艺术的 当代艺术的丑陋面孔 对就我们来之前 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故意不想看太多评论型的文章 因为怕有太多陷入为主的观点在 所以其实是结束之后 我们在火车上看了 我是看了一些 就中文的英文的都有 然后他的这篇文章真的是 有一些不能说是全部我都很反对 他就有一些说极左的 这些语境或者是他们的诉求 是觉得很过分的嘛 或者是说这个极左的这个政治宣传比艺术要更大 在这个展览里面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反对 也确实看到了很多 你反对的是他们不是极左 还是说他们做的不是政治宣传 还是你觉得他们做的并不过分 是你反对的这句话里的部分 就我觉得他们存在 然后呢 但并不是说他们多过艺术 就是多过艺术这一点 我不太同意 还有一个就是 他里面提到一个点 我很不舒服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 大家都在好像 Global South 叫什么南方 中文叫什么 不知道 就是以前叫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都在哭惨 他这里面一个表态 然后呢 都在哭 就是哭诉自己的殖民历史 或者是被白人剥削 或者是被屠杀的这些历史 然后好像就是作为一个白人观众 去看的时候 就应该有一些负罪感 或者是就有一些 我不知道怎么去行 就是他觉得德国观众会有这个感觉 他就觉得我跟我的妻子去看 我们应该怎么感觉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觉得我做错了 我愧疚你的 他就是有一种非常自上而下 或者是说非常 我印象中 他是基于一个西方 现在西方精英或者是艺术 已经没有创造力了 然后呢 就把这个创造力外包给发展中国家 那是另外一条 那是另外一条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你用 因为这个Documenta 你是拨钱给他们嘛 然后所以他其实是受惠于西方的 这个艺术funding 西方现在没有创造力 他们就只能提供钱 那钱提供给了发展中国家的艺术家以后 这些艺术家产生出来的东西 其实并不是他们那么对他们那么友好的 就有点是吃这个西方方定的奶长大 然后反过来反咬一口 对 他是把这件整个事情用这个东西来概括了一下 对对对 再加上你刚才讲的就是说 进而他们现在反咬一口 还在一直在PUA西方的纳税人 同时也是他们的这些艺术的观众 有点这个感觉 对就有点让我感觉是 哦那我们作为白人 我们看完这个展览就应该给你跪一下吗 道歉吗 就是这不是他执 我不是执意啊 就是说他让我有这种感觉 他是这个意思 就这种姿态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 然后我觉得我的反驳是说 这些事情在你没有看这些展览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但是西方就是偏右派的媒体 是会这么去说话的 但我其实没有那么不同意 因为比如说其他的发展中国家 我不知道我们就熟悉的中国 是会用自己的这个1840年以来的这个 对吧 苦难 我们是知道这个victimization 就是这个 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受苦的这个对象 其实对于说这句话的当权者来说 是有他的政治目的的 是可以为一定的政治目的来服务的 对吧 而这一套东西其实也都是在 这是左派的一个打法来的 就包括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 这个他们永远都是讲 就是以色列人是怎么伤害他们的 对 就其实也有另外一面东西 就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你是在搞政治斗争 我就觉得那就没有办法 但如果你是要讨论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学术讨论 一个什么心平气和的讨论 那就应该两边都看 anyway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提到这个 对 而且我觉得这些有点超出了我们可以谈论的范畴 但我其实想 刚才不是提到这个 这个Tarine Paddy吗 这个叫什么 稻米 稻米獠牙的这个组织的其他作品 我其实就发现他们虽然撤掉了 就是以 如果说把一个犹太人丑化成猪 或者是筹划成就是纳粹是不成立 需要道歉辞职和什么怎么样的话 其实在《稻米獠牙》里的很多其他的作品里面 就是筹划各国人的东西都很多 就是我们在那他展了上百件作品吧 他们的创作就是一种 在我看来就是政治宣传艺术 而且那个政治宣传艺术是战争时期的政治宣传艺术 因为他们反对的东西就是 帝国主义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都没有问题 都可以反对 然后包括环境破坏 但是他们用的手段 是我觉得是20世纪初期 或者是19世纪的那种政治宣传画 里的那种画法 就是把中国人画成黄祸 然后把美帝国主义画成骷髅 就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我觉得他们 比如说他们不喜欢的资本主义 比如说资本家画成犹太人 或者是说把什么人画成 把以色列特工画成猪 这件事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个操作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这个讨论的本身 在我看来 首先要把他们界定为propaganda art 然后在看到他们是propaganda art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他们是 他们的一个手段 就是将他们的政治敌人 就是dehumanize 就是要把他们妖魔化他们 所以我觉得要讨论的是propaganda art 在documenta 或者是在当代艺术中有没有地位 要讨论 然后进而propaganda里用的这种dehumanize的手法 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 或者是当它出自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艺术家的手里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区别对待 就我觉得可以这么去看这个事情 对因为最近就也有很多 有一本书叫propaganda in the 21st century 什么之类的 但我没看 而且确实这个领域就可能 一直有人研究propaganda art 但是我没办法说什么 因为真的了解太少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叫protest art 就是我如果从那个方面来看的话 因为曾经VNA做过这样子的展览 然后protest art也是 其实他们两个是有一些联合 就crossover到的 尤其是因为你在去游行 在去让更多的人看到你的诉求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一些比较极端行为的内容 视觉 肯定 才能让别人拍照也好 记住你也好 对吧 所以protest art有很多时候 也是会用一些非常强烈的语言和形式 看protest art的时候也会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他 对吧 比如说萨切尔夫人被弄成一个魔鬼了 对 或者是布什被弄成一个魔鬼了 你不会说他 你这是在歧视白种人 或者歧视妇女 对 所以我就在想 因为我肯定 可能是 比如说我们从中国出来的 或者是中国教育长大的 你就像你曾经提过 就是我们看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 可能郭博历史博物馆里都有 都有过 或者我们是带着这种视觉记忆长大的 但是如果我把它看成protest art 好像就让我更能接受它 或者是我觉得它就没问题了 或者是说我就觉得 因为你更多的是从视觉上 因为我觉得视觉上 视觉和他想要去用视觉表达他诉求的能力 这件事情上我是特别认可的 那是确实啊 所以如果你去看文献里面找 以前的反游的或者是反华的画报 或者是反日的画报 你都会觉得有非常经典的创作 对 我对我更觉得他们是一个历史 历史上我会去看20世纪的某一个年代的 一个protest art或者是propaganda art 但是我对于用这种手段来继续创造艺术 没有那么大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哦那我觉得确实不同 可能不同的地域是有不同的语境 对对对 在也许在印尼他那他做的东西是依然有效的 但是对不起我有点卖霸 但是我觉得他的这种东西是有一点 有一个什么问题 因为我觉得既然他们愿意来到德国参加这个东西 就其实就你就会被全世界人看到 被评判就活该啊 就是没有办法 我们在21世纪 他们也在讲 他们是一个艺术团体 为什么会有艺术团体这个事情 我们在第一集有稍微有讲过 但举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气候变化的问题 这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问题 也不是一个政府能解决的问题 所以确实我们面临着一些需要合作来解决的问题 那合作要解决问题就需要找到共赢的方式 NGO talk又来了 然后要找到要协商 巴以冲突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你在 我认为如果印尼有什么他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也会觉得他是需要通过协商来解决 虽然你在那个问题中 你会觉得只有我就是和你遇事俱焚 你死我活才能才爽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解决问题的话 就最好不要将对方妖魔化 然后而且不要再 特别是如果你的受众是 我们说的老百姓或者是什么 就是会比较容易的接受你的信息的时候 你给他的东西 这不是和川普去说 这个Gina要怎么怎么 我们就有点 你明白我意思吗 他就 我觉得这种propaganda art的手法 容易激化问题 除非你的策略就是我要激化问题 但我又觉得作为一个艺术团体 他们又不能说我就是来搞激化的 也许有啊 就我又觉得这个和他们讲的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好像就觉得激化也没什么问题 就是一种形式的表达嘛 就是我其实有的时候看到 我真的觉得是个人体验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我们现在处的 我就说在中国的艺术圈所处的位置是 你有点被禁言的一个状态 你的表达要温和到不能再温和 就我是看到一些特别愤怒的表达的时候 我是想要珍惜它的存在的 我不知道我这个非常中和的表达 你能不能理解 我可以理解啊 但是小粉红的表达也很愤怒啊 我说的是在中国的艺术圈的一个 艺术家的表达 就是 当你看到其他的艺术家还可以这样说话 就觉得 他还出得来 他还画得了 画得了他还能被人看见 就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特别 需要保护的东西 就真的是特别个人化的一个反应 特别个人 所以今天我去看了那个场馆之后 我觉得哇 好angry啊 就好生气啊 好多力量啊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他 这个稻米獠牙的作品是巨大的 史幅上来说是巨大的 就都是四米五米的作品 就如果一个画画的人就知道 你一个艺术家如果要画那么大的作品 你在体力上和精力上的消耗是很大的 你需要很大的 怎么了 就你需要什么 需要服用什么药物才能做出来 对 反正就是你需要很大的精神支柱来支撑你去完成 我觉得就那种力量感让我还是挺震惊的 所以我们对那个作品的反馈是非常不一样的 但我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在帮他们想问题 我明白你意思 因为如果是去一个punk band 对吧 我们或者是金属音乐 他们也非常的angry 但是这些他们在这个酒吧里angry完了 听完唱完 他们可能没有赋予自己说我要去参加联合国的一个讨论的这个使命 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的这些人 他们的语言和他们的使命感是很强的 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和他们的目的都是说我们要 要为什么农村要怎么rural 要什么新的rural agenda 或者是我们要怎么要讨论艺术的funding的问题 实际上我说他们想要找解决方法 对 他们其实是想走出艺术 想参政议政的 那就应该拿一些别的标准来 衡量 来衡量他们了 如果它是纯表达 当然我其实也希望所有人都能够 我其实我也这几天有想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 我是不是在理论上支持所有人都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意义 我后来觉得 因为我们并不永远在真空里 对 OK那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五年之后再见 好 拜拜